长街原创系列动画店 小龙秋秋 多泼可爱小生龙 嘻嘻哈哈住一朵 开心快乐小生龙 遇到难时从不愁 微风凛凛小生龙 神奇莫发他最多 你要问我他是谁 我是秋秋小生龙 遇到危险不要急 求求我有好主意 所有摇摆云神龙 同伙飞行洋洋痛 伸枪一桩宝宝龙 微博神功为一梦 可爱娇气小小龙 外墙灵力人人爱 我们都是小生龙 幸福的小生龙 我们都是小生龙 快乐的小生龙 我们都是小生龙 快乐的小生龙 我们是小生龙 小生龙 第七集 汪爷告密 鬼岛镇有龙 不说话当真 我亲眼所见 而且还是条会法力的小生龙 无神龙 是的 老爷 如果能把小生龙献给皇上 那就更好了 把他献给皇上 好主意 我就飞黄腾达了 不过 老爷 不过什么 这条龙狡猾得很 我一个人对付不了他 这条龙 牙医 在 立刻启程到龟岛镇抓龙 还有本次抓龙行动 全部由翁爷负责指挥 让他指挥 为什么呀 老爷 怎么 想违抗我的命令 可是 快去 要是耽误了抓捕小生龙 就把你们全部关进大佬 如果真的抓住了小生龙 我重重有赏 谢谢大老爷 小儒 你怎么了 我们还得继续赶路呢 累死我了 悄悄 我们快回去吧 那怎么行 我们是出来帮福爷爷捡柴火的 不能半途而废 说得到青桥 又不是你背着 可是 我们还有很多人要去帮助呢 比如公叔班大叔 季田叔叔 红玉姐姐 秋秋 你在干什么 我把他们全都记下来 以后一个个帮助 作为天上下凡的神龙 造福人类是我的责任 所以我会帮助每一个人的 那你现在能不能帮助我呢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有什么困难尽管说吧 你帮我背柴火吧 这不行 你刚刚还说会帮助我的 这些柴火这么重 把我压坏了怎么办 我可是要造福人类的神龙 这个小事就别打扰我了 好 果然在这儿 快 我们一起上去抓住他们 别急 不用费力 看我的 这是什么 能抓住小神龙吗 别小看了这东西 这可是涂上了麻醉药的麻醉针 只要主管发射出去 我保证他立刻呼呼大睡 不行了 我实在走不动了 我要休息 你们人类真是麻烦 那就休息一下吧 好机会 好多树枝 他竟然躲过了我的麻醉栈 小儒 柴火够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让我来 小儒 我们快赶路吧 等一等 让我再休息一会儿嘛 好嘞 我让你们好好休息一下吧 好吧 我来帮你背柴火 真的吗 太好了 你们这一个废物 小神龙要被你们放走了 看我的 这好像不是我们来时的路 我们不会迷路了吧 没关系 有我呢 就是这条路 刚刚你是用魔法寻找回家的路吗 猜的 怎么样 喂 小神龙的直觉是很灵的 别磨蹭了 快走吧 糟了 这下看不到他们两个了 没关系 看我的绝招吧 来 来 啾 瞧成功了 来 大家一起拉呀 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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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你的直觉 我们已经乌鲁克走了 别生气 小水龙也有犯错的时候 已经不早了 难道我们就要在这危险的夜外过夜吗 不 你们会在县衙的大牢里过夜 是你吗 小神龙 乖乖地跟我们走吧 为什么 我要把你献给皇上 我就会有想不尽的荣华富贵了 真无聊 我才不去见皇上呢 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快 给我上 秋秋 我来对付他们 你想办法逃走 没关系 我用法术对付他们 我好 看到了吗 他那法术不管用 不用怕 快抓住他们 快 我想办法逃走 汪爷 救命 我不想甩成肉饼 小如救救我们 我们知错了 秋秋 你就救救他们吧 那怎么行 他们还想抓我呢 救命啊 就不能看着他们掉下悬崖吧 你可是造福人类的神龙啊 我不想死 我家里还有好多金子没花完 好吧 我就救你们一次 好险的 吓死我了 谢谢你了 是你救了我们的命 没什么 这是我该做的 你们愣什么 赶紧抓住小神龙 小神龙刚刚救了我们 你这个人到底还有没有良心 仙太爷说了 行动由我指挥 你们想抗命吗 这 这 快给我抓住小神龙 你们 原谅我们吧 啊 衙门里的钟声 太好了下班了 我们得赶紧回家休息了 小神龙的时候明天上班再说 再见了 再见了 好 再见了 麻醉针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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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